小鸭大门反三,先气势再灭,太炸了了 说到小鸭最近状态爆炸呀 不断要气势,还要灭着啊 给大家分享一下小鸭打他的师傅 还有他的师爷的对局啊 我们话不做说呢,是直接进入高潮 对吧呢,也是把他师傅的气耍了一下 不来不解气,还要编你的师 飞波掌 话说小鸭由于打他的师傅,无智慧打得不错啊 所以说你看到无智慧现在也用巴赫珠的组合来打这个小鸭了啊 他巴赫珠现在有点,有点不太好打嘛啊 对吧,也是错有错着啊 继续,哎 要稳稳啊,这点血量 我去长驱直入过来复合指令啊 死了 2P跑过来头上符接这个天地反的时候啊 他并不是一招一次的来按的 他是复合指令的啊 而且难度挺高 手法相当的炸裂 拽下来了 落地想个拦着山好像 化掉 我前头上符依旧很精准啊 抱歉 踹一脚 伤害很高 再踹,大猪没气啊 抓了啊 反三了他的师傅 师傅已经被欺负了啊 师爷那也得把他给灭掉啊 逆向 好,抓一个呆 进阶级的阵 落地再抓 进阶级的阵 这种牛皮啊 这种进阶级的短里头 然后一边震还可以一边给自己加气啊 但是呢 手法一定也好啊 手法如果有问题的话 直接下跪在人家面前 那就很尴尬了 还想过来投上符啊 距离没有卡好 打大猪的话 投上符是非常的难打 很容易被垂下来 好,命中投上符 有机会靠近 继续踹 好猛啊 大猪切入啊 切不入啊 弹血了 落地的时候没办法了啊 虎了一脚踹到了猪头 有点猛啊 这个大门现在很能很能打啊 一个要打三个 蓝之山 好,来 下跌 到底怎么说 来吧 都要爆气啊 要硬钢 坏脚落地 蓝之山了 再一次翻山 牛逼哈 好,喜欢点猛关注吧 关注休息后 不愿意躲掉